另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同学都会问一下 可不可以在中间剪片的呢? 例如这段,比如第10秒钟 去到第15秒钟 这些内容是想不要的 这些中间那些 以往我也觉得未必做得到 原来也有一个比较复杂的动作 是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 我们首先在第10秒钟 这里我们按住个 Playhead 红色条线 有个叫Split片的 把片剖开 你看到第10秒钟这里剖开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Scal太小 放大它,用两个手指 将一个Timeline 就是扯开它 我们叫Print Open 你看到这里有个Gap位 这里剖开了片 同时去到第10秒钟 我们再下一次Split 这里 我们按一按Tap and hold 好,这条红色线 对了 你看到又再次有个Split 这里再下一个 剖开的动作 现在中间的影片都可以Delete 我Tap and hold中间的影片 你会看到有Delete 就没有了 中间拳 你按Yes 连上升级都Delete 中间这段影片现在空了 那些字还在 不喜欢呢 按着它都可以Delete 逐个Delete 但是也是关键 这条红色线 就是怎样可以弄走中间的Gap 这个其实我不用理了 我们直接将这个Timeline 这条红线 拉回去 对了 Delete 做开头的地方 我们按一次Split 去到结尾 又再Split 对了 Split 中间绿色这段 你会看到有一个Menu 彈出来 Delete and Compact 就是整段散走 这个才是Delete的 然后会将 头尾的两节 再拼回来 现在呢 真的 Cuture 第10-15秒钟 那段的Video 就没错 好 这个是比较复杂的动作 适合比较Advanced的User 比如呢 你后面录了很多东西 不想Delete的 只是Delete中间这部分 这个方法就适合你